中国七大古都之中处于南方的是南京与杭州 与杭州仅作为南宋都城不同 南京有六朝古都之称 东汉末年三国孙吴、东晋以及南朝的宋齐良臣 事实上南京是一座十朝都会 除上述六朝之外 唐代以后五代十国的南唐、明朝前期 太平天国和民国国民政府都以南京为国都 然而比起汉唐等比较稳定的 大一统王朝国座普遍超过二百年 定都南京的王朝无一长寿 六朝里的东晋最长一百零四年 南齐最短二十三年 其他四朝不超过六十年 没有一个超过定都杭州的南宋 不仅如此 六朝之外 后四朝的国座更短 南唐三十八年 太平天国十一年 明朝定都南京五十三年 国民政府二十二年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南京盛产的短命王朝 中华文明主要发源于黄河中下游 包括中原和关中两大板块 国元前二二一年 秦始皇统一中国定都咸阳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咸阳所在的关中平原 是秦朝的发家之地 也是当时最富饶的两仓之一 定都于此 有利维持庞大的宫廷、官僚和军队 汉高祖刘邦继承了这种选择 将咸阳改名长安城作为国都 西汉末年的战乱是长安及关中地区陷入衰败 东汉王朝因而迁都洛阳 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面积远朝关中 而洛阳又曾是东周的国都 各项条件不亚于咸阳 与此同时 中华文明开始向长江和珠江流域辐射 最早得到开发的是长江下游地区 即今天的长三角 而长江南岸的金灵役正是连接中原和长三角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作为由战国时期楚国新建的军事要塞 金灵役是优秀的 除了北面的长江外 另外三个方向都有山体拱卫 再加上众多水系 整个地形十分破碎 不利大惊行动 东汉末年汉市衰微 中原发生大规模战乱 分裂为曹卫、蜀汉、孙武三个政权 也就是中国人熟知的三国时期 虽然三国都有重新统一天下之治 但限于各自的条件 在国都的选择上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曹卫自诩得位于汉市 乃是天下正统 西晋又得位于曹卫 两朝继承洛阳国都 可算是这种关系的具体表现之一 蜀汉虽然是汉市宗亲刘备所建 始终以匡扶汉市为目标 无奈偏居巴蜀 只能定都巴蜀的政治中心成都 孙武占据的江东则是传统意义上的蛮荒之地 相对缺乏具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城市 于是孙权所幸在229年 以长江南岸的金灵役为基础 新建了一座都城建业 建业城的核心是石头城和中山 果然根据这两座山的形状及隐喻 呈建业有虎具龙盘之相 正好迎合了孙权统一天下的志向 孙权定都建业的目的 是想以图长三角的人力物理 北渡长江逐路中原 孙权修建业城却没有造城墙 也从侧面印证了这座都城 作为北伐基地的使命 三国时期的中原 仍然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 南方的孙武政权 在军事政治经济都远不及中原 建业城不但没有起到孙权预想中的作用 反而在279年迎来西晋的20万大军 建业城有长江和众多山体保护 看上去应该有利于防守 实则不然 长江太长了 中向游的巴蜀 荆州等地 早已被进军夺取 孙武政权其实是与西晋共享长江天险 吴军只能聚守建业附近的一小段长江南岸 不仅如此建业城周围的山体 既不连续又不够大 无法提供完整的保护 陆地上的敌军可以从多个方向攻进来 石头城中山这一对虎龙虽然是制高点 在冷兵器时代却无力阻止敌军攻城 而79年11月20万禁军兵分六路禁军建业 由于禁军水师占有绝对优势 长江天险非但没有起到防护作用 反而成为禁军的进攻通道 正是在水师的掩护下 两路禁军分别从建业的上下游渡江 完成对建业的包围 没有城墙的建业城几乎没有防守价值 吴军甚至没有经过像样的战斗便投降了 孙武政权瞬间崩塌 280年3月西晋完成中国统一 西晋灭无之战称得上是北方政权 攻取南京的样板 后世多次重复了这个过程 从孙权称帝开始计算 南京第一次作为国都 仅维持了59年 南京也暴露出军事上的弱点 虽有山水相间 对付小谷敌军有余 却无力对抗兵力雄厚 准备充分的大军 而作为国都要面对的 往往就是这样的灭国之军 西晋王朝仅仅维持了38年 司马皇族为了争权夺利 不惜尹 匈奴等胡人进入中原 这些胡人趁机起兵 将司马市屠了一空 纷纷建立各自的政权 被统称为五胡十六国 这些胡人政权相互攻法 在他们的铁蹄和刀锋下 中原沦为异常惨烈的战场 政治经济文化等等 都遭到史无前例的摧残 中原汉人从数千万锐减 到不足500万 这段血腥的黑暗时期 就是五胡乱话 大批中原汉人为了躲避战乱 而南渡长江 包括朝堂重臣 世家大族 以及数以百万计的百姓 他们带来中原先进的文化和技术 使传统中原文化得以延续 并加速了南方的发展 史称一关南渡 幸存的皇族司马瑞 在317年建立东晋王朝 继承了西晋长江以南的国土 定度健康 也就是曾经的建业 当时的武昌苏州等城市也已有一定的规模和政治影响力 但健康仍然是东晋最合适的国都 除了这座城市曾经作为孙无政权国都长达51年 因而具有巨大的政治号召例外 既表明了东晋有志于恢复中原的政治姿态 同时也是北伐的现实需要 东晋王朝身在江南 新却在中原 无论是朝堂上的大臣还是乡野间的百姓 都渴望有朝一日能收复中原重返故土 因此东晋王朝必须坚持北伐 才能维系住政权和民心 哪怕明知健康有军事上的致命弱点 也要高举这个北伐的象征 在此后的104年里 东晋组织过多次北伐 最成功的一次甚至攻下了故都洛阳 及大部分中原故土 但最终因内耗以及缺乏骑兵等原因而通通失败 420年 全臣刘裕费东晋建宋 史称刘宋 与其后的齐梁臣并称为南朝 与此同时 北方经过一系列战争和整合 以381年先卑族建立北魏标志 北方的一系列胡人政权被统称为北朝 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 有意思的是 刘裕为建康兴建了完整的城墙 结束了有城无防的历史 可也正是从刘宋开始 定都建康的南朝很少再考虑北伐 变成了偏安政权 宋、其、梁臣四朝更替 其实是统治集团内讧 既然已经无心北伐 既皇位的人便不再有顾忌 谁做皇帝还不一样 从420年至589年 四个南朝短则23年 长的不过59年 走马关灯般的更换着健康成头的大王旗 四朝虽然更替频繁 但南方总体上没有遭受过大规模战火 更是比血火不断的中原地区要安逸得多 南方的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 尤其是国独健康城 南朝时期的健康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 首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大都市 无数文人默克盛赞健康城的繁华和富足 不但是东南半壁 及长江以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还开辟海上丝绸之路 影响力辐射到整个东亚 从21年到589年 孙吴 东晋加上宋 齐 良臣四个南朝 都以南京为都 南京由此成为六朝古都 南朝最深梦死的同时 北朝经过200年的战乱和整合 首先由北周在577年统一中原 北周丞相汉人杨坚 于581年被北周建立随朝 使中原重新回到汉人政权控制之中 然后杨坚在589年发动南征 50万大军指向南城 随灭南城的过程与西晋灭孙无类似 随军在建康城的上下游分别渡江完成包围 城墙也没能挽救健康的命运 只阻挡了随军几天 便被攻破 南城皇帝开城投降 从317年西晋灭亡到589年随朝灭城 中国经历了272年的分裂 而南京始终是南方政权的国都 随着中国回归统一 随朝的大兴城成为唯一的国都 也就是汉朝的长安 为了彻底消除健康南方政权国都的影响力 不再有南北分裂 杨坚下令将建康城移为平地 变成了无人居住的田野 仿佛这座城市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一切都归零了 随唐是中华为民的另一个高峰 不仅是因为中原地区经过南北朝战乱后 迎来新一轮复兴 还要归功于南方的开发 以及大运河的建成 使南方在各方面特别是经济上 开始超越中原 唐朝国都长安是当时地球上最大的城市 其繁华和包容 直到今天仍令人神往 洛阳的地位也很高 既是全国经济中心又是陪都 一度被定为国都 唐朝中期开始 建康城旧址上建起江宁县城 李白刘雨昕 杜牧 丽商也等救命诗人都曾来自怀谷 平调建康城当年的盛况 从此有了六朝古都之称 南北朝时期大批汉人南渡 大跃河沟连起 南北交通等等 这些都是扬州杭州等南方城市得到迅猛发展 扬州背靠两怀岩厂 杭州有海运之力 又被连为一体 人口都达到十万以上 安始之乱后 唐朝陷入藩镇割据而衰落 黄朝大起义进一步动摇了国本 军阀朱温 趁势崛起 在九零七年 废唐力良 各地藩镇纷纷四立 中国进入五代世国动荡时期 十国中的南唐 由唐朝将年礼变建立 定都将营 这是南京在六朝古都之后 又一次成为国都 与孙吴东近不同的是 南唐等一众小国并没有北伐的雄心 其定都南京完全是因为地理和经济原因 除了长三角的经济水平 已经赶超中原外 长江中上游此时也基本开发成熟 与长三角的经贸往来 日益增加 大大提高了长江及江年的经济价值 南唐政权前后存在38年 975年被北宋攻灭 北宋时期 北方胡人再次大规模入侵中原 几乎重演了西极末年的悲剧 1127年 北宋皇室赵构 与大批中原汉人南陶 在临安重建南宋 却不是南京 南宋似乎是吸取了六朝的教训 南京濒临长江 处在与中原对峙的前线 又不利于防守 作为国都其实是有很大缺点的 而临安在长江以南大约200公里 长江被突破后 仍有足够时间南逃或出海 不会被困死在国都内 事实证明 这种选择是有道理的 129年 京军大举南下 赵构 及时 出海 躲过了京军的搜山 减海 使南宋得以延续 南宋末地面对远军进攻时 也是一路逃到崖山 南宋前后延续152年 比所有定都南京的南方政权都长 但还是比国座200多年 大一统王朝要短 面南宋的元朝定都大都 中国政治中心 在北方的局面仍然没有改变 元末的残暴统治 激其汉人的强烈反抗 1368年1月 朱元璋建立明朝 定都应天府 朱元璋完全不在意 六朝古都的失败教训 执意定都于此 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这个实力 事实也是如此 明军当年便以应天府为基地 发动北伐 沿大运河北上 仅用八个月攻下了元朝都城大都 成为历史上第一个 从南向北 统一中国的王朝 朱元璋北伐成功并不是偶然的 反映出中国南北方对比 已经出现扭转的趋势 经过唐宋以来的开发 长江流域的经济水平 全面超越中原 有了苏胡淑天下族的说法 南京作为北伐基地的条件 终于成熟了 六朝古都的历史又是南京的政治影响力 远远超会扬州 临安 广州 等其他南方城市 可以说 这是南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遗憾的是 明朝的国座可与汉唐比接 南京却错失了这个机会 1421年 静难成功的明成祖朱棣 下令迁都北京 南京作为明朝国都 只有54年 朱棣迁都的理由是天子守国门 北京位于防御蒙古骑兵的前线 依托长城和燕山山脉 而易守南攻 又有大运河提供后勤保障 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北京从此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 并持续至今 大一统王朝定都北方的趋势 得到了延续 1644年 崇祯皇帝自尽后 北京及中原已被清军控制 残于明廷 在应天府拥立 扶王朱游松为洪光皇帝 可以算是正统汉人政权的 幼子南矣 事称南明 由于南明的内部斗争异常激烈 洪光政权仅维持了八个月 是历史上 以南京为都的政权中最短命的一个 清朝改应天府为江营府 作为江南省的省会 南京从国都变成了省会 在此之后 还有两个政权 以南京为国都 一个是太平天国 梁广民众因鸦片战争后 清朝日以腐败懦弱 加上宗教思想的影响 从广西金田启示 1853年攻占江南府 改名天津 但由于没有明确的建国思想 太平天国高层随即陷入内斗和享乐 1864年 被清军攻破天津而亡 前后存在11年 另一个是国民政府 民国建立后 中国再次陷入军阀混战 国民政府在1926年从广州开始北伐 1927年取得成功 民意上同意了中国 头年定都将颖 并改名为南京 南京作为首都 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 至此 六朝古都加上南唐 明前期 太平天国 国民政府 总计有十个政权 以南京为国都 使南京有了十朝都会之称 而这十个政权的寿命都不长 只有冬季达到104年 其余都不足60年 南京虽然最早并不属于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 但紧挨着中原 进可攻退可守 南方的汉人政权定都南京 试图以此为基地进行北伐的同时 也是对北方异族及中原汉人的一种宣誓 我们会打回来的 换个角度来看 其实不是南京盛产短命王朝 而是以南京为核心的政权 为汉人提供一个避难所 并且为中原文明的恢复 争取了时间 这个特征在冬季和南朝身上格外明显 中原沦散后 汉家文化在南方得以保存发展 并反向促进汉家文化 在中原的复兴 等到汉人驱逐或同化胡族政权后 以汉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明 便得以回归和延续 每当走到这一步 南京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中国的政治中心便会回到北方 这是秦汉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 大一种观念造成的 也就是说 只有在古代的分裂时期 南京才会成为国都 而中国总体上是分裂时期 远短于大一统 并非是南京盛产 短命王朝 有点好 有点好